快看,这个男人鬼鬼祟祟地来到了空地前 手持一柄铁锹,他似乎发现了隐藏的宝藏 先是在地上画出了圆圈 紧接着倒入混合好的沙子和水泥 铺平压实后,洒入少许清水 将沙土均匀地摊开 又在中间的位置定入了一个木蝎子 绑上线绳画了一个圆圈 紧接着男人又取来了一堆砖头 沿着圆圈内,开始用砖头拼摆了起来 只见他手速极快动作娴熟 电光火石之间就将圆圈用砖头彻底地铺平了 又倒入了大量的沙子和水泥 用灰刀来回修整 将沙子和水泥灌入砖缝中 再洒入少许清水 使其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只见男人混合好了水泥浆 准备好了砖头 沿着圆圈边缘开始竖着堆砌起来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他正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工匠大师 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二 人称吴老二 虽说吴老二个子不高 但身材魁梧 干起工匠活那是丝毫不含糊 早些年在城里 吴老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现如今由于疫情的原因 无奈只能在乡镇上发展 今天他就要在这破院子里 展现自己的拿手绝活 不愧是工匠大师 吴老二很快就将砖头堆砌到了三层 只见他拔掉了地中央的木蝎子 倒入了混合好的水泥 又倒入了一桶防渗涂料 在砖头上均匀地涂抹起来 用灰刀收的光滑圆润 等待其凝固的期间 吴老二就在旁边的空地上 又开始了一番神操作 将地面修理平整后 中间钉上了木蝎子 又划出了两个圆圈 用砖头沿着外圈堆砌了起来 只见吴老二将混合好的水泥 倒入两个圆圈中间 用灰刀修理平整后 放入圆形钢筋 顶端再倒入混合好的水泥 用灰刀铺平压实 再用工具将其收的光滑圆润平整 这个时候地面已经凝固 吴老二又提来了两桶混合好的水泥浆 将墙面整整齐齐地粉了一遍 只见吴老二取掉了边缘的砖块 内圈处的砖块也都被取掉了 只留下了加工好的水泥盖板造型 吴老二给堆砌好的圆形造型 边缘处涂抹上水泥 两人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将水泥盖板抬起来 放在主体雏形上 仔细调整好方位 边缘处再用水泥将涂抹一遍 紧接着用水泥将整体雏形外圈处 整整齐齐地涂抹一遍 再用刮刀将外圈处修理的光滑圆润 吴老二又在表面处涂抹上一层水泥浆 用卷尺沿着中间画出线条造型 用模具沿着边缘画出轮胎造型 经过一番金雕细琢 瞬间就有模有样了 看到这里 您能猜到吴老二要制作的是什么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发弹幕 看看您猜的是否正确 一番鬼斧神工的操作 吴老二就打造出了一个巨型轮胎 紧接着 他又给顶端堆上了水泥 用灰刀转圈修理平整 开口处做出圆形标记 将切割好的圆形PVC水管 埋在预留好的开孔处 用砖头在中间位置快速堆出了造型 四个砖头一圈 很快就加高到了四层 顶端用水泥塑造出形状 取出一个破旧轮胎 再从顶端钻出一个卡孔 将塑料软管穿入 将加工好的PVC管连接起来 安装在塑料软管处 用胶带包裹紧示 再用铁丝固定起来 混绑在轮胎上 长方形塑料板 在轮胎内圈的边缘处 涂抹上了一层粘胶 外面再连接上开关水阀 先给里面放满清水 再取来一个芭蕉树干 将其砍成碎片 放入水中浸泡整整一碗 第二天先捞出里面的芭蕉残渣 再将里面的水全部排空 用扫把将里面彻底清洗一番 农村手艺人非常的辛苦 为了打造一件顶级建筑 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您手机还有电 麻烦点赞支持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只见吴老二给中间的砖头内 放入了过滤网和鹅卵石 紧接着取来了轮胎造型 将控制器和水泵放入了砖头内 将轮胎竖着摆放在砖头上 给池塘里放满清水 轮胎内再堆满白色鹅卵石 池塘内洒入大量鹅卵石 再放入漂亮的大鲸鱼 摆放上水草 接通了电源 这个霸气十足的轮胎雕塑于堂 就大功告成了 怎么样 有没有惊艳到你 是不是创意十足 外形炫酷 真的是太漂亮了 您觉得吴老二的手艺如何 如果让他在你家后院 打造一个同款鱼塘 您觉得工钱给多少合适呢